近期宝骏连续放出了两款新的车型 其中有一款就是前几天被刷爆网络的CN202C 据悉这款车已经被命名为宝骏RC6 作为宝骏旗下的首款中型轿跑车 RC6确实有着非常靓丽的外观 接近5米的车长 配合大6倍的造型 让RC6有着强烈的质感 而且如此庞大的车身 肯定会比这个级别的麦腾 凯美瑞等车型更具震撼力 虽然目前RC6还没有太多的具体信息 但是仅凭借着外观 就已经能够俘获很多人的眼球 再加上新的钻石车标 远比码头标要有高级感 RC6很有可能会是下一个爆款 当然宝骏目前并没有明确该车的定位 它很有可能不是一台纯正的轿车 而是跨界车型 虽然RC6已经成功的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不过它的动力可能会成为制约其销量的最大车轴 因为它将会搭载108千瓦的1.5T国六发动机 虽然6.7升的油耗表现不错 但毕竟是一台接近5米的车 这个动力确实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这台宝骏全新的轿跑实力到底如何 就等它两个月后上市再说